丁丁 我是兔子 心理咨询师 玩玩 听说 你最近 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可以和我 分享一下吗 你不说 那让我猜猜好了 是不是 你的成绩 最近出现了问题 还是 你的情感 受到了挫折呢 我希望 你可以和我聊一聊 因为我是 非常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 哦 你是感情受到挫折了吗 那 具体是怎样的事呢 可以 跟我讲一讲吗 嗯 你继续讲 哦 明白了 嗯 知道了 那我 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你看看我说的对吗 你们两个 马上就要到 打婚轮价的时候了 但是 因为 财力问题 发生了 口角是这样的吗 之前答应的是 五万块钱 然后 因为 条件问题 所以说 五万块钱 一时拿不出来了 对吗 嗯 我明白 我觉得 财力吧 是一方面 大了 嗯 作为女生的话呢 可能 对财力的话 是比较在意的 但是男生的话呢 他其实也想为你提供 更好的条件 如果说男生 他家里确实出现了一点 小问题 或者说 小难题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 坐下来商量商量呢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就影响到你们两个的关系 因为走到这一步 感情真的很难得 所以说还是要珍惜彼此的存在 千万不要因为钱的问题 而上了核心 你觉得呢 嗯 你继续讲 我再听 哦 嗯 这个财力的话呢 他不是说 一个家庭去 究竟另一个家庭 而是 两个已经存在的家庭去帮助一个新的家庭 让这一对新人变得更加的好 以后呢 生活更加的幸福 所以说 钱的多少 我觉得不是问题 主要是你们两个人有决定在一起的心 和决定相守的这样一种信念 如果说 你真的爱他 我就说 他也真的爱你 那 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去商量商量呢 当然了 父母也是 对我们很好的 也是为了我们着想 但是 毕竟 条件是一方面呢 我们也不可能说 把一个人 逼到去的路上 对不对 嗯 毕竟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也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所以可不可以坐下来再商量商量呢 想一个更加两千几倍的办法 可以吗 嗯 是的 没有关系 你不用感谢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因为我是兔子咨询师啊 我可以解决你的很多的生活问题 或者感性问题 哦 你还有一个问题是吗 好的 那你继续说 嗯 我猜听呢 你说什么 你说你男朋友家抱你 什么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天哪 我真的不能够介绍 为什么要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 那 呃 这个家抱的程度是什么样子呢 是已经打得很严重的 还是说 就是真的 就是 呃 去警对警捧这样子 可以 再具体的为我形容一下吗 嗯 真的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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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 它真的已经 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了 那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忍耐了 因为 每一个的生命只有一次 为什么一定要 在这种生活状态的去 忍受呢 而且我们是 感情维系在一起的关系 也不是说 谁是 谁的另一个附属品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 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 而且情侣之间 为什么要 全脚相向呢 不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而且也没有意义 所以说 我希望你能够勇敢的站出来 勇敢的说出来 如果说它下一次 再对你进行这样的行为的话呢 我建议你一定要记录下证据 包括你身体的一些伤害的证据 有照片呢 有视频 还有 一些其他的 分子也可以 总之一定要保留下来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是要把它留下来 当作证据的 所以说 你一定要保存好 明白了吗 我真的好心疼你啊 你居然可以忍受这么久 都没有发出声音来 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也可以帮你的 你想一想 嗯 如果说 你没有问题的话 嗯 没有关系 那下一次你想到了 再问我也可以啊 嗯 那好吧 那你早点睡觉 我就不打扰你了 哦